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潮州粥都是这样煮的 只要煮煮煮煮到大火煮 煮到米开了就关火了 我们潮州粥是不粒粒米 港东人是吃稀 生活就是说你看我们的材料是真的 这种鲜做的材料 新鲜的材料做出来了 比较健康 我觉得我的粥是好 还有你觉得我的皮肤是好 有光杂 香港人深信 一碗好粥可以养生保健 取病严寿 一早起床肠胃还没醒 吃粥可以暖胃醒皮 深夜睡前再来一碗热粥 不仅暖身暖心 还能安慰安神 广东粥其实只是个统称 根据不同的煮法配料 被细分成白粥 老果粥 亭仔粥 升滚粥 而其中名气最响亮最受欢迎的 是现点现做的深滚粥 这就是生滚粥 生滚粥 一定要新鲜 新鲜之后可以做到的原汁原味 那种感觉就是很鲜 一样的 我们的料是新鲜 生滚粥之后 你放些东西去煮 是的 煮熟去捏 混合过程 出了味之后 你的粥更加鲜味 最早开始都是一样 三十多年 没有没有 没什么大的改变 材料没什么大改变 这些做法有点改变 跟外面那些不同的 同外它就没有味精 同外的东西新鲜 我吃了它的粥 我在外面就不吃过那些粥 除了自己在家帮它粥 除了新鲜 滚粥的粥地更是学问 必须先无火包滚 再用温火包透 从外观上来说 粥底比一般粥还要细些 要水米交融 米必须完全看不出 一粒粒的形状 合起来软绵 顺滑 才是正宗广东粥 如果说看你吃什么材料的粥 比方说你吃鱼粥 两分钟吧 猪心 猪肝 粉肠 还有猪肉碗 叫做集体粥 好像现在这一碗一样 我加了一点鱼片下去 叫鱼片集体粥 因为做生粉粥 材料新鲜是要点 问题说你做的火厚 能控制吗 如果你煮得太老的话 就不好吃了 那你现在看我那个火 那我们要控百分之百 控制好的话 经验了 我们这个不叫白粥 我们叫粥底 每一家的配方不一样 做的熬的方法不一样 虽然说各家各号做法不同 为了加速米粒的溶解 由师傅加入皮蛋 也有加入盐巴的 目的都是为了利用里头的碱性 达到见水不见 米非洲也 见米不见 水亦非洲的境界 而粥底味道也没有固定的形式 鸡猪与牛要选哪一种 看各家的特色和喜好 因为煎过的鱼 比较香 比较香 和入味 所以如果你不煎过的鱼 汤是没有那么甜的 其实我们现在最主要是用海鱼 比较鲜甜 我们也会继续一个猛火 让它不会黏底 对 因为你落米的时候 你需要不停地搅拌它 所以米才不会黏底 客人才坐下来三分钟 就能吃到一碗浓香鲜滑的生滚粥 但是从食材准备到包粥 却要店里好几位师傅 从晚上十点彻夜包粥 至早上八点客人上门 大半天的时间来熬煮粥 可以说一碗生滚粥 幕后功夫是没有打烊时间的 现在煲到霸晒 看不到米 霸晒才不明白 等于霸晒之后 基本上两个钟后 就会开花 开花之后还要煲 煮到烂了为止 看不到米 那就可以了 你从这个米 加鱼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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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熬出来 花那么多时间熬出来 肯定不单单是口感 口感是始终一种 你单单口感也没有味道 不能太稀 也不能太浓 浓稠度也还有季节之分 早上来一碗广东粥 配上一碟肠粉 这是香港人的习惯 那么到了宵夜 想来碗粥 多数香港人选择的 又是另一款粒粒分明的粥品 潮州人吃是吃这碗粥 因为广东人就喜欢吃黑粥 黑粥 黑粥应该米少 粥多 我们潮州粥 粒粒粒粒米 最好是用我们 潮州人最喜欢吃甜的 潮州粥 又与广东粥不同 潮州粥全程用大火包粥 包成粥水粥 米粒硬的形态 简单来说 广东粥是水多米少 潮州粥是米多水少 吃进嘴里 是一种爽的口感 我们潮州人吃粥 象徒 最重要是很急性, 什麼都要怪我 很多人吃粥一定要用時間 要慢慢拉著粥, 慢慢吃絲襪 八碗米, 一邊煮, 一邊攪 攪到再煮, 再煮, 就不會黏底 慢慢煮, 煮到時間差不多 再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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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三分鐘左右 十三至十五分鐘, 立即可以煮 我會按一下米, 看粒米, 六八成熟, 冷 差不多, 按了粒米, 差不多 煮10分鐘左右, 煮10分鐘, 煮10分鐘 就可以了, 煮10分鐘 即是它中間粒米, 心就不可以開 不可以煮10分鐘, 10分鐘, 再煮, 再煮 再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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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煮, 煮 花十五分鐘煮一鍋粥 還得花好幾個小時做小菜 但要是少了這些小菜 潮州白粥就會黯然失色 在香港生活的潮州人口 大約有100多萬人 所以愛吃潮州菜的美食胃口也很大 只是在這邊, 潮州粥從早餐變成了宵夜 待到宵夜時間, 香港朋友就會說 我們去打爛吧 打爛的特色就是小食 打爛的小食 這個是蜆仔肉 蜆仔肉是我們送粥的 這個是鹹菜 這個是椒醬肉 這個是滷水打 有魚 魚我們是要浸的 用魚水浸的 魚水一滾下去, 讓它滾 滾魚浸四個小時 可以了 這個我們出名的滷水鵝 用滷水汁, 我們平頭鵝 我們不用絲頭鵝 我們用平頭鵝 它的骨香, 而且不會那麼粗 不同做法 每個門派不同 香滑, 肉質漂亮, 每度不同 每個師傅做法不同 我們用滷水來, 香, 其他地方做不到 大家收到 為十四有 兩個要上樓上 都圍樓上 兩個四個全部上樓上 上樓上 上樓上上面 有 有 香港作為一個世界華人 聚集最大的城市之一 更是亞洲的美食之城 一晚生滾粥 香港師傅都要用一整天的時間來對待 要滾出潮粥粥的火候 也為三兩天的功夫就可以學到 在香港的街頭 鋪頭滾出的美食香氣 讓人多了一個伊甸這個城市的理由 另外有人說 香港是個花花世界 但是他的美食卻是平凡中顯露出不凡的功夫 在香港的城市 中文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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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面 全員 中文字幕提供